我们继续上集我们未讲完的话题 关于12星座里面 另外剩下的6个星座 究竟在2022他们的工作运势是怎样呢 这次一开始应该是天平座的朋友 没错 时间关于我 抽牌了 没关系 我都很紧张 因为我本身也是天平座的 究竟在2022的工作运势应该是进还是退还是搜 2022年天平座工作运势 如果我当你自己有目标方向 未必顺利可迭远远 但在自己的思想或做法方面仍然有坚持 所以可能在2020年也是一个要用力打拼的时间 但最大的障碍 我刚才也有说了 可能容易事与愿违 譬如我当同一些人的进程或事情上 会很多时候可能有些违反 或者未必是顺着自己的路向走 那可以怎样做去帮自己 就是唯有多事烦点 多事想点 那个情况是会要出现的 如果有任何事可以帮到手 唯有都是做 其实你已经很努力了 加上积极度要保持着 希望中间的过程慢慢可以拆解所有的问题 或者看怎样令到 如果有一些人跟自己合作的时候 大家的方向最终可以达成一致的效果 但是什么精石会帮助我提升工作运势呢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天平座的朋友可以带黄精帮助自己 因为如果说带黄精的时候 除了我们很传统的知道是招财 另外一边说 黄精可以令到你更有逻辑性地去思考 在这样的情况下 师傅可能你会多些有层次 或者有线条的想法出现 去帮助 除了只是出力帮助整件事之外 会否有些方向和方法 如果能够和合作者 大家是win-win相赢的方向 或者想法会更加容易跳出来 好 多谢阿田的提议 天平座的朋友不妨都可以想想 会否买一些黄精的饰物去配戴 好厉害 好厉害